被害者將緩向匯出 匯出之後他就失聯 他的立格就被封鎖 民眾就這樣被詐騙 隨著新冠肺炎的虛妨緩緩 政府的政策已經重鎖 紓困轉為振興 並搭配著暑假的熱情 來推敷這一波的振興三倍券 最主要目的就是要鼓勵民眾來消費 可是詐騙期間也是趁實 透過這一波詐騙 來騙取民眾的搜索三倍券 據行事局統計到目前為止 三屆民眾三倍券 詐騙採損金額從兩千塊到一萬塊不等 詐騙的手法主要是可以 各位可以看到螢幕上 這部分 他是透過社群軟體來販售三倍券 然後呢 歹徒都會先要求被害者 將反向匯出 匯出之後 他就失禮了 他的立德就會封鎖 民眾就這樣被詐騙 並不斷 兩萬塊不斷 他應該要求被判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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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哲學 感谢观看